Hello,我是阅读前哨站的站长瓦机 欢迎收听下一本《读什么》 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这本书 它的书名叫做《奇才》 奇怪的奇,才能的才,奇才 这本书里面总共会介绍八个不同的人物 然后这些人呢,他们都是改变世界的创新者 这本书就要揭开他们拥有这种非凡创造力的秘密 我觉得这本书就有点像是一个 气管理论加上伟人传记的这种交响曲 然后就是用这种比较商管的角度 去拆解这些改变世界的人物 他们背后的一些故事啊 还有他们所用的一些方法跟他们的心态 所以今天的节目就会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 我们可以从这些奇才的身上学到什么东西 那么在节目开始之前 也插入一则好康的讯息跟大家特别分享 我一直有在用英文有声书的这个服务 我用的是叫做Audible的英文有声书 那我用了三年多来 大部分都是在我慢跑啊,通勤,开车的时候 只要我的精神状况可以 我就会试着去听英文的有声书 那这个也是提升我自己阅读量的一个小诀窍 那我最近呢就是看到他有一个特别的优惠 在2月20号之前就要截止了 这个优惠是三个月的免费试用期 而且呢你可以就兑换三本的有声书 以前啊我在加入这个方案的时候 我是加入一个月而已哦 以前的方案只提供了一个月的免费 然后我就只能换一本书 后面的我就需要付费去购买了 但是这一次的这个适用方案 特别的优惠是三个月 然后会送你三本书的点数 它的方案是这样子 就是如果你是成为会员的话 他每个月会给你一个点数 你就可以用这个点数去换任何一本的英文有声书 那如果说你在那个月还想要再多听其他本的话 就必须额外的付费 用一个折扣的价格再购买 否则的话你就可以每个月呢 就是得到一个点数 那我自己就是这样子用 就是每个月他给我一个点数 我就去换一本英文有声书就可以听 那这个是三个月的免费试用 我觉得是蛮值得也蛮划算的 特别推荐给大家 那我把这个相关的连结放在节目资讯栏 大家点进那个页面之后要特别注意哦 它原本的方案是一个月的免费试用 但是现在在那个网页的最上方 有一个三个月免费的这个特别标签 那大家就记得去点那个标签进去 就会变成是三个月的免费试用 这个活动期间只到2月20号就截止了 有兴趣的朋友尽快把握机会 快点去试用看看哦 那么接下来呢 就回到今天这本书的分享 这本书的名字叫做奇才 它的作者叫做梅丽莎席林 梅丽莎席林 他是一个创新领域的一个专家 他是纽约大学的 史登商学院的管理与组织的教授 那在这本书里面呢 他会为我们去揭秘一些 这个改变世界的创新者们 也就是奇才 他们拥有哪些共同的特质 那他挑选出来的就是 八个不同时期的这些人 这些人他有一个特质 都是连续创新的一个代表人物 他们分别是 贾伯斯 爱因斯坦 马斯克 居里夫人 富兰克林 爱迪生 特斯拉 迪恩卡曼 那他们八位呢 我以前是没有很熟悉啦 但是透过这本书的话 就让我很快的 就认识他们的一些基本故事 还有他们的一些共同特质 那这本书的写作方法是 多重个案的研究途径 所以呢 他就是透过去描述这些个案 跟这些人物的故事 去反复检查他们 每个有可能的这种组合 找出他们的共通性 跟他们的差异之处 那作者就发现了 他们展现出一些 很共同的古怪特质 就是这本书的英文名字啦 叫做Quirky Quirky就是有点点古怪的意思 那中文的话 我们就当作是怪咖好了 好 这些人其实都有点怪怪的 就是怪咖 那这个特质呢 对他们的创意点子 还有实践目标的热情 都有着重大的影响 那这本书呢 我就说它很像是一个 把器官理论跟这个伟人传记 交叉融合在一起 让我们可以很轻松 流畅的去认识这些怪咖 同时又可以学到 他们背后的一些 商管理论的一些精神 那么接下来呢 就分享一下 我们普通人 可以从这些奇才身上 学到什么东西 这本书呢 就把这八个人物 做了一个人格特质的分析啊 然后做了一些 他们做事情方法 思考方法的分析之后 整理出了七种 很古怪的特质 这七个特质分别是 疏离感 还有极度的自信 以及创意思维 还有他们的目标很远大 跟工作动力很强 以及呢 他们的时代机遇 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时机 让他们发挥 最后呢 就是他们非常的会善用资源 所以这七个古怪的特质呢 就让他们 可以这个创造力非凡 热情常驻 然后呢 持续不懈 达到这种 可以改变世界的非凡成就 那以下呢 我就整理出五个 我觉得可以套用到 我们个人生活 甚至是呢 我们在团队 在职场上面 去运用的一些心得 同时呢 我也截入一些 让我很有启发的段落 然后跟之前 我读过的其他书 做一些相关性跟连结 让大家可以有一个参考 如果你对于某一个特质 很有兴趣的话 你可以再去看哪一本书 那这些书呢 大部分是我有介绍过的 所以大家就可以 再进一步的去参考看看 首先呢 第一个跟大家分享 他们的一个共同特质就是 这些奇才 他们都有挑战常规 和典范的勇气 好 挑战常规 还有典范的勇气 在书本里面呢 就用马斯克 还有贾伯斯 当做例子 像是马斯克 他领导的SpaceX 这个公司 就是做火箭嘛 那火箭 以前来说 这个像NASA 他们就会觉得 火箭就是射一次之后 就不能再利用了 你下一次要射 就要做一个新的火箭 但是SpaceX 就认为说 这个火箭 是可以重复利用的 所以他们后来 也研发出了 这个可以重复利用的火箭 那把这个成本 大幅降低 现在也是成为了 在这个太空领域 领先的一家私人企业 那马斯克 他领导的另外一家公司 是Tesla 大家应该都有听过 就是做电动车的嘛 在他之前 写这本书的时候 Tesla还没有这么火红哦 但是呢 他就已经有展现出一些 很特殊的特质了 所以在写这本书的时候 就可以稍微 看出一些端倪 就是他对这个 电动车的领域 所提出的洞见 还有他所提出的 这个突破点 到底是什么 那么现在 以事后诸葛的角度来看 他的确是在这个电动车领域 获得了很巨大的成功 那么另外就是像贾伯斯 他领导的这个 皮克斯动画公司 也是一样 当时呢 这个市场上的动画 一般来说 就是以迪士尼为主嘛 但是呢 这个皮克斯 当时为什么可以 突破重围 然后呢 成为这个动画领域 最具有创新力的领头羊 那也就是贾伯斯 他给予的一些洞见 关于说要怎么样 来描述一个故事 关于要怎么样 来呈现这个视觉动画的效果 然后呢 用一些崭新不同的方法 来让这个动画 更栩栩如生 那这个就是 突破了一些传统的疆界 然后呢 在这个新的领域 达下了另外一番的成就 那在书本里面呢 有一段话 我觉得很有意思 特别是在讲这种 公司啊 跟组织的运作 有一段话是这么说的 假设说 每一个人的目标 都是为了达成共识 那每个人都想说 要先达成共识 才可以继续执行下去的话 那员工就很可能 他就不愿意提出一些 反对意见了 他们可能会接受那一些 毫无争议的观点 因为那个就是共识嘛 毫无争议 那这样子会演变成什么 会演变成你的团队 或你的公司 就只会以传统方案 去作为解决的目标 如果你只强调说 这个共识是唯一目标的话 那大家就想说 为了达成共识 好那我这个反对的意见 就少一点 然后呢就不会说 一直在这边 彼此的针锋相对 渐渐的就有可能演变成说 为了大家的和气 好为了大家都有共识 那我就用比较保守 比较传统的方式 去做就好了 这样大家就没什么意见了 所以呢这句话 就是在谈这样的一件事情 就是在这种 我们可以分别来看一下 就是说像 如果你的组织呢 是比较属于 就是单纯的生产性质的 可以重复的SOP去运作的单位 你的组织是需要 循规蹈矩的单位的话 那你就严格的遵守 这些规则就好了 你就严格的遵守 这些共识就可以了 可是啊 如果你是要提出 创新方案的团队 如果你是要做出一番 不同的改变 如果呢 你是这样子一个团队的方向 你一味的去寻求共识的话 那你恐怕会扼杀掉 许多的创意 所以呢 如果你是在一种 以创意为主的团队 你需要很多创新方案的团队 你要的做法 其实会比较像是说 你不要特别去寻求共识 你不一定要说服 每个人都同意你的做法 都觉得你的做法 是好棒棒这样子 不一定要这样子的一个程度 而是呢 你是让大家可以理解之后 虽然有些人不同意 他可能觉得 这个方法不好啊 他可能有别的观点 这个没有关系 即使别人不同意 但是呢 也愿意支持你 或者是你在评估别人的提案也是一样 别人的提案可能有他的立场 跟他的这个想法嘛 或者说他有他的背景的一些因素 所以他会这么想 他会想要这么做 你可能不同意 但是没有关系 你要理解的是他为什么这么想 如果他这么想 是合乎他的逻辑的话 那你可以支持他这么做 好 你不同意 但是你可以支持他这么做 他可以去实验看看 他可以去试看看 如果说这个成果好 那就继续下去 如果成果在初步的时候 可能没有一定的这个进展 那可能呢 就可以在这个时候喊咖 这样的一个做法 就会比较符合这种创新团队所需要的 就是你会冒一点点的风险 但是呢 你如果说从这个风险当中获得了成功 那这种报酬是非常的巨大的 那这个重点呢 就是要提醒大家 是具备一种挑战常规跟典范的勇气 这种时候呢 你才有可能在这个创新的领域 做出一番不同的表现 那再来的话 跟大家分享的第二个重点 是要创造出这种远离人群的专心环境 创造出远离人群的专心环境 在书里面有提到说 有很多怪咖 就是这些奇才啊 他们最富有创造力的时候 通常都是跟群众 还有他们的亲人是脱节的 是远离他们的 甚至呢 有些人会创造出一种 很强烈的疏离感 那有些人是选择刻意这么做的 那有些人他是这个 与生俱来就有这种孤僻的个性 那对于这些人来说 他们会觉得在这种 不会被外界影响的状况之下 最能够让他们独立思考 还有尽情的创造 那书里面就举一个例子 就是在人际关系 表现非常冷淡的 这个爱因斯坦 他是这样子描述 独立思考能力的 爱因斯坦他这么说 在生命的饗宴里面 我认为真正可贵的 不是国家 而是富含了创造力 而且有情感的个人 还有人性 只有这个个人呢 能够带来崇高与卓越 群体在本质上面的思想 跟感觉总是迟钝的 所以呢 爱因斯坦他就认为说 我们有的时候呢 要学会当一个孤独者 就是一个孤独的人 因为那会让你有时间 去质疑 去寻找真理 好那这边的话 我们再进一步来看 像之前我有读另外一本书 叫做 安静就是力量 里面就有提到说 有时候那种找团体 一大堆人来这种团体的 那种脑力激荡 是一个不太好的做法 因为在这种大家 就是面对面的这种脑力激荡当中 有时候呢可能会扼杀了一些内向者的创意 好有些人他会发挥创意的时间 其实是他一个人孤单的在那边思考 一个人独处的时候 他才会更清楚的看到自己的脑袋里面的想法 抓到那一些冒出来的灵感 所以说呢有时候要拥有一些自己独立的一些孤独的时间 或者说你要刻意去创造这样子 不受外界打扰的环境跟空间 这个是对某一些人的特质来说非常重要的 那还有一本书叫做极度专注力 这本书呢也是在告诉我们 怎么样可以来空出一些时段 来做这种自己单人的一个思考 或者说单人的这种工作 那这样的一个时间 像对我来说我也是一个内向者 我有时候会觉得在一天当中 我一定要隔出一些些时间 是跟别人完全梳理开来的 甚至我是连手机都丢在房间外面 然后房间里面呢 就是单纯的在阅读思考 然后用手写的方式写下一些我的灵感 那这个时候我反而会发现一些 这个以前没有想过的东西 或者是说你在这个3C的轰炸之下 有时候有一些灵感它是被淹没的 那在这种比较独处的时候 这些灵感有时候才会冒出来 所以说这个是第二个 要跟大家分享的重点 就是要学会怎么样去创造一种 远离人群的专心环境 这个意思就并不是说 要你时时刻刻都这样 而是你要知道 如果你需要这样的环境 你必须要自己去创造出来 那么在接下来 跟大家分享第三个重点 就是要建立一种 不怕失败的自我效能感 不怕失败的自我效能感 作者他就有提到说 这些奇才呢 它们能够改变世界 是因为它们可以无视那些传统的束缚 不断的创新 它们具备一种很特别的特质 叫做自我效能感 效是效率的效 能是能力的能 自我效能感 这是一种对于那种 自己解决问题 还有实现目标的强大自信心 他不会去害怕那些 普通人没有办法完成的项目 他们对于解决问题 跟实现目标 有一种很强大的自信心 这个就叫做自我效能感 那像是伊隆马斯克 他也是一个这样的人 在他年幼的时候 他就狂读这种大英百科全书 他就发现说 很多人就觉得他的这个 理解力跟记忆力非常的好 然后呢 大家也渐渐的发现这件事情 他也因此明白自己的程度 他了解说自己具备这样的能力 以及呢 别人有可能追不上他的脚步 他在很年幼的时候 渐渐的就体会出这件事情 那这种很强大的自我效能感 也给他了很多的信心 让他可以去打造他的梦想 他自己相信他能够做到 能够达成这些目标 像是后来他打造了 可以重复利用的火箭 打造了平价 而且高效的电动车 那些在普通人眼中 看起来不可能被挑战成功的东西 都被他一个又一个的克服了 那运用在我们的职场 还有我们个人生活上 可以怎么做呢 我们可以怎么参考 像是在团队的运作 我认为就可以去参考那一些 曾经遇过困难的 这些企业的案例 或者说哪一些企业 哪些组织 他们曾经吃过亏 跌过胶 他们从里面学到什么 那以一个团队来说 从这些实际发生的例子当中 来学习 会是一个很好的借鉴 那对于个人来说 像是我们自己个人 身为一个人的读者 我们可以怎么做呢 像是我自己就蛮喜欢 读这种伟人的传记 像是读完这本书之后 认识了其他这么多位人物 我就后来又找他们的一些传记 继续来跟着去读 那读这些传记里面 我们可以发现一些 很有趣的事情是 他们怎么样去克服一些低潮 他们在面对那些失败的时候 他们的心态是什么 他们会不会把这个失败 当成是很痛苦 还是说不可抹灭的 或者他们把失败 只是当成一种学习而已 我们从这些伟人的传记里面 去了解他们在面对 不同事情的这个心态 那这个也是我读这些伟人传记 最想要得到最想要获得的一些收获 那对于我们在执行一些专案 我们在平常任务的一些执行当中 我们可以怎么做呢 来建立这种自我效能感 那个这个方法就是说 我们要找一些难度适中 而且是有可能达成的挑战 那种可能达成是说 你必须要努力的投入 要投入比普通人还要更多的努力 才可以达成的挑战 这种才叫做真的挑战 否则你只是定一个普通人 都可以达到的目标 那个不会给你带来 什么特别的成就感 所以说呢 如果你要获得自我效能感 就是要去定一些难度 稍微适中 但是又要一点点偏难 有一点挑战的东西 然后你就投入超乎常人的这个努力 去把它达成 一个又一个的接着一个一个 那这样子你就会渐渐的培养出 对自己的信心 这个自我效能感才会渐渐的提高 你会知道说自己能够发挥 自己无限的潜能 然后知道自己可以克服万难 达成目标 进一步的你就会越来越相信自己 有信心去突破任何未知的挑战 所以呢 这个重点 他给我的一个提示就是说 我们要记得从失败当中 去汲取教训 就像是另外一本书 学得更好 里面有这样的一句话 他说 要告诉自己 不要担心犯错 而是要把焦点放在改进上面 把这种错误 把这种小小的失败 都当成是一点一滴的知识 跟获得技能的机会 我们要去了解的就是说 很多很多别人觉得是失败 觉得是这个绊脚石 让你前进不了的东西 这个东西都只是一种 学习的机会 好 任何一点点你觉得 哎呀 现在这个跌了一跤 然后又吃了亏 或者说哎呀 这个做东西好像跟我预期的不一样 这些小小的挫折 都只是一种学习跟改进的机会 我们要把焦点放在下一次 要怎么做会比较好 所以作者也提醒我们说 要懂得去赞扬那一些 很大胆而聪明的失败 因为呢 失败其实就是一种 有用的进步实验 那么接下来呢 跟大家分享的是 第四个重点叫做 懂得去激发远大的报复 还有目标 懂得去激发远大的报复 还有目标 在这本书里面呢 有一些奇才 他们都表现出一种 很强烈的理想主义 还有对于这种 崇高目标的 很热切的追寻 那这种使命感呢 就深深的影响了 他们的行为 像是书里面有提到的 美国开国元勋 富兰克林 他就试图在实践一个 美德上面的一种 道德完美的境界 那他认为说 勤奋是一个最能够代表 他自己的一个良好的品格 所以呢 他就毕生努力的工作 非常勤奋的工作 并且相信这个价值 那随着他一直投入 一些科学研究 而且创造出了 很多项的专利发明之后 他也很坚持 他不要从中获利 他不想要从这些专利当中 获取什么任何的利益 他在自传当中写到这句话 富兰克林他说 我们得益于别人的发明 也应该要乐见 有机会用自己的发明 来为别人服务 我们应该要慷慨 且无常地将发明 贡献给其他人 好这个是富兰克林 他自己的这个 信中的一个理想 他不想要用这个 他的专利发明 来获得什么 其他额外的利益 他想要 无常地 把这些发明 贡献给其他人 好这是他自己的理想 虽然说有些人 可能会不认同 这样的理想 但是无所谓 因为他有 这样的理想 所以他投入 这个科学研究 跟这个专利发明 这件事情 他是觉得势在必行 而且呢 他也对这件事情 有着深深的 这个崇高的热情 也因此这样子 有这种强烈的 理想的支撑 也提供了某一种 程度的自我防御 就是在 他被别人批评的时候 他被别人 这个挫败的时候 他还能够坚持下去 因为他知道 自己崇高的理想 到底是什么 那另外啊 像是富兰克林 他自己也有一些 些其他的理想 像是平等 宽容 勤奋 慈爱 这些东西呢 都是指引着他一生 怎么样前进的 一些动力 所以他自己 对于这个道德上面 有一个很高的标准 那在这个 迈向这些目标的途中 就是他会有一种 排除万难的勇气 跟决心 好那如果说 你要了解 怎么样拥有这种 排除万难的勇气 跟决心 你也可以去找 恒毅力 这本书来看看 像我自己 就是从 恒毅力 这本书里面 就得到了蛮多的启发 就是知道说 要怎么样的 可以在这个 遇到困难的时候 怎么样去排除 那我背后 要有什么样的理念 我是因为要 我是因为我的 为何而战 让我可以走下去 当我遇到一些 额外外在的挫折的时候 我要用什么态度 可以让我自己 挺过这次的失败 挺过这次的挫折 所以恒毅力 这本书呢 就告诉我们说 其实有一些 有很棒成就的人 他们不一定是什么 超级聪明 或者说超级有天赋条件 还是说什么体能 超级好 都不是哦 有时候是一种 心态上面的一种淬炼 如果在心态上面 足够的坚韧 足够的坚毅的话 那你在面对这种 别人受不了的困难 别人受不了的批评的时候 你可以挺过去 你可以继续前进 好 这也是恒毅力 这本书 会给我们带来的一些 额外的启发 那再来的话 跟大家分享的是 最后一个 第五个重点 就是呢 要透过自我学习 自学的方式 去拓展一些 跨领域的知识 还要透过自学 去拓展跨领域的知识 那你一定很好奇嘛 像这本书里面 它会讲到 这么多的奇才 他们都有这种 源源不绝的灵感 像是从马斯克 爱迪生 爱因斯坦 这些人的身上 你就会发现说 他们都有一个共通点 每一个人呢 都是爱书如痴 非常喜欢看书 他们都从书里面 截取了大量的养分 虽然他们在学校的表现 不一定很好啦 但是呢 他们都是透过书籍 还有后来的自学 一直去拓展自己的视野 跟疆界 像是书里面 就举了几个故事嘛 像贾伯斯 他从大学退学了 可是呢 他仍然是留在校园 去旁听那一些 自己想要上的课 那富兰克林跟爱迪生呢 他们也没有什么 显赫的学历哦 他们几乎就是 自学成才的 那像居里夫人 他在进入大学读书之前 也几乎都是靠自学来练功 那像是爱因斯坦 他那个时候 在年轻的时候 是担任专利审查员 在这个担任 专利审查员的期间 他就自己很持续地 去找一些物理论文 然后去找自己 有兴趣的东西 继续做研究 也是在这段期间 他也透过他的自学的 这样的一个动力 建立起了很多的基础 那对于他后来的研究 也打下了一个 很好的根基 那对于我们而言 我们自己要去体会的 就是说像 有一本书叫做 《超速学习》 里面就有一句话 他说 深度学习的技巧 并不是天才的专利 而是每个人 都可以拥抱得成就 好 所以说像 你如果想要了解 怎么样学习 怎么样可以更快速的 更有效的学习 那你也可以参考看看 《超速学习》这本书 然后大家也会发现说 我在过去的 说书节目里面 也一直提倡大家 去了解怎么样学习 因为我觉得 学习 它是一个能力 你一旦知道 如何学习之后 你会很快的 你会很快的 就了解说 一些你不懂的领域 你原本看似 跟你八杆子 打不着的东西 你很快就可以学习 很快就可以上手 只要你有一个 学习的能力 这样的基础 你可以更快速的 去了解 跟掌握 其他不同的领域 所以我自己 在一开始 读书的时候 除了学怎么样阅读 怎么样做笔记 之后 我下一个步骤 就是学 如何学习 把自己的学习能力 再做进一步的精进 让自己的学习 更有效率 那这就像是 你这个先拔 附投 魔力 然后你再去砍树 这样子你砍树 会更快 更有效率 所以这个就是 推荐给大家 下一个阶段 如果说你对于 自己的学习能力 还没有什么信心 还没有什么掌握度的话 你也可以去了解一些 一些关于学习的理论 关于学习的方法 然后去实际的 把它用在你的生活当中 去加快自己的 学习的这个进度 那这个就是呢 今天跟大家 分享的这五个重点 快速的跟大家 复习一下 第一个就是 要有挑战常规 和典范的勇气 那第二个 就是要创造一种 远离人群的 专心环境 第三个呢 就是建立一种 不怕失败的 自我效能感 那第四个就是 要懂得去激发 自己远大的 报复还有目标 最后第五个是 透过自学 去拓展跨领域的知识 以上呢 就是这五个重点 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我在读完了 这本奇才之后 也有一个感触 就是说 除了去关注这些 改变世界的怪咖 它们有哪些特质之外 你也可以去观察一下 它们到底付出了什么 或者说它们失去了什么 这个背后呢 都是有一些代价的 在它们追求使命 在它们发挥崇高理想的 这个背后 它们大多数的人呢 工作的时间都非常的长 有些人甚至丧失了 丧失了休眠 丧失了睡眠 疏离了跟家人相处的时间 所以这个背后 是有付出一些 我们所看不到的代价的 那对于一般人而言啊 我觉得我们可以从里面 去学到的事情就是 怎么样去运用 跟接受这些特质 如果说你刚好有一些特质 跟这些怪咖很像的话 你不要觉得自己怪哦 因为这些特质 可能是刚好是你可以拿来运用的 在自己愿意付出的条件之下 在这个身心至少要有健康 这个可以长远走下去的条件之下 发挥自己最大的潜力 我们或许没有办法 像它们一样去改变全世界啦 但是我觉得我们还是可以 从改变自己内心世界出发 然后再慢慢的去改变周遭 还有改变跟自己最亲近的这些人 跟自己最亲近的这些世界 那所以说也推荐这本 蛮轻松好读的书 给就是如果你是学生啊 上班族 对于这些人还没有什么很深刻的认识的话 那刚好透过这本书 你可以一次性的对他们 有一个最基本的认识 那也可以思考看看 自己可以怎么样应用这些特质 那如果说你是企业的主管啊 或者说你有带团队的话 你也可以看一下说 诶这些特质呢 它可能看起来有点怪 或者是说有些人这个怪咖 看起来怪里怪气的 可是哦 它还是有一些可以应用的特质哦 你还是要懂得知道怎么样去发挥他的专长 让他们的这些特质不要变成缺点 而是呢 反过来变成他们的优点 怎么样去让他们发挥专长 我觉得是身为一个管理者 很重要的一个责任 最后呢 来念一下Apple Podcast上面的五星评论 第一位听众的名字叫做 Omi Goto 他说用心经营 内容丰富 值得推荐 OK 非常谢谢这位听众的留言 那再来第二位听众叫做 拜托不要更新 好难用 他留言的内容是 讲话太像在念稿 没有办法久听 希望讲话的时候更有一扬顿挫 有情绪一点 OK非常谢谢这位听众朋友的回馈 但是呢 里面我不太确定 所讲的是哪一集节目 例如说是最近的吗 还是说是我两年前的 一年前的节目呢 所以比较不确定 他指的是哪一个部分 但如果是比较像是一年前的节目 两年前的节目 那的确啦 在讲起来的这个过程 都是比较平淡 平铺直序的 然后里面呢 也会有点太快啊 或者是讲话的时候 比较没有顾及到说 要怎么样表达 会让大家听得更清楚 所以呢 在之前的节目 是真的有这个现象的 那最近的话 开始像是从去年底 我就开始上了一些 其他的声音课啊 然后现在也进行了 一个新的计划 就是我要做 YouTube的影音 说书影片了 所以在接下来的 可能两三集之后吧 我就会开始 把我录Podcast 这个过程 然后用相机录下来 而且我是会对着相机 直接说书 因为我有买了一个提词机 就想要对着相机 直接说书 用一个更生动 然后呢 甚至有手势啊 有表情 有一些不同的肢体变化 让这个说书的内容 包含这个画面的呈现 还有在声音上面的 一些异扬顿挫 都能够透过一个 更生动的方式 可以表达出来 让大家更容易去 感受到我当下的感觉 然后呢 知道说我想要表达的 重点是什么 那也希望透过这样的方式 再做下一步的突破跟尝试 OK 所以非常谢谢 这位听众的留言跟回馈 那再来的话是 第三位听众的这个留言 他的名字叫做 Shen O Lin 他说 天下杂志专访的216集 他说 很喜欢瓦吉 分享自己的故事 很多面对问题的方式 跟过程 都很值得我们学习 像是在与家人沟通的时候 选择面对 把它当作是一种成长 而不是逃避 那别人有需要的时候 分享也让自己学习 还有我自己也是一个 完美主义者 常常都只有想 但是没有去实践 那这一集的访谈 对我的影响非常大 非常感谢瓦吉的分享 也谢谢天下杂志的访谈 让我们更认识瓦吉 OK 谢谢这个Shen O Lin 的这个留言 不过有一个小小的更正 他的留言写的名字叫做瓦吉 那个吉是吉祥的吉 虽然听起来好像蛮可爱的 瓦吉瓦吉 听起来蛮可爱的 不过我的中文是瓦吉 那个吉是基础的吉 这边也做一个小小的更正 那也非常谢谢你对于 这次访谈节目的肯定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参考看看 216集 是我跟天下杂志的主编的对谈 OK 那节目到这边尽到了尾声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内容 欢迎订阅下一本读什么 然后在Apple Podcast 可以留下五星的评论 推荐给其他的听众 你也可以用行动来支持我 一次性的或每个月的赞助99元 帮助这个频道持续运作 如果你对于频道任何的想法 或想问我的问题 都欢迎在节目资讯栏的传送门连结 找到留言给我的方式 我每周也会在阅读前哨站的部落格 分享读书心得 喜欢文字版本的朋友 可以去订阅我的免费电子报 好的 下一本读什么 我们就下次见啰 拜拜